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去哪里 我不是到都会区的健身房 而是我要到部落来运动 我们一起来体验看看 部落有什么运动 可以让我们动一动呢 大家一起来看 一走进教室 完全就要跟着老师的课程 学习悬调 生长 甚至跑步机阶梯课程 在这里都有 在有氧教练 黑牛江老师的督促指导 在部落就能学习到 各式专业勇氧运动 可以给稳定住 刚开始我们会不太习惯 慢慢来嘛 我们往上推 手肘里 可以用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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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一下 如果太舒服 你可以连踏步 或是取手都没有关系 右脚上上下下 走排 另外两个 一把踏步 一个十倍 两个 走 天才的都慢 连续三个 一二三点 刚回来的时候 有在部落做运动的推广 然后发现到 其实部落有很大的空间 可以慢慢去推 这个体势能的部分 因为我们这边 因为环境的关系 还有生活周围的朋友 可能没有接触过体势能 所以我们进来的朋友 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动机 会来运动 可是慢慢到最近的半年来 慢慢就是朋友 他做了一年半年的运动之后 他发现身体有所改变 就开始号召周围的朋友来 不只是来到平东马家乡 就能跟着老师 学习专业的有氧课程 再往南边的来艺部落 就能看到部落的男女老幼 跟着老师跳着有氧舞蹈 每个动作更是到位 动作整齐尽情享受肢体与运动 年仅二十多岁的有氧老师圣渊 需要回到部落带动运动气氛 并希望将自己所学回馈部落 跟着老师走的有氧性 欢迎认识 因為我很喜歡跳舞 然後我很希望可以用我喜愛的舞蹈 然後可以讓更多人知道跳舞 其實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自然而然你聽到音樂 你聽到節奏你就想要舞動 本來一開始也很想往外發展 可是就是總是心裡會有一個牽掛在 就覺得好像可以做更多事 應該說讓這樣的資源可以進到部落裡面 對我就想說既然我會跳舞 那我就想要把這份就是一種使命感吧 對我就覺得想要回到部落裡面做點事情 有沒有看到部落正在風運動 我們知道國人在現在的環境生活當中 非常的重視不管是飲食生活 還有在平常的節奏當中我們都需要運動 然後不只是在都會區 我們現在在部落大家也非常的風運動 然後我們在今天在圓觀點的現場 我們邀請到了我們兩位老師 首先我們要介紹我們的 擁有28年資深資深的教練 我們的黑牛江老師 Sabao 我是黑牛江 Yay 還有我們的攝影院老師 哈囉大家好我是Austin Yeah 歡迎黑牛江老師還有Austin來到我們現場 我們剛才看到就是說有關於就是看老師在現場的 我們剛才看到VCR的畫面 他很多的部落活動剛才太精彩了 剛才是爆滿的意思嗎 對剛才看到那個現場其實是蠻震撼的 我們說原來部落開始在運動了 然後我們也看到剛才就是說老師也回到部落 老師很年輕 然後回到部落有開設了一個課程很特別 連我都沒聽過 但是我知道這叫倫巴 那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可能很多觀眾都不太了解說 倫巴是什麼課程 然後 而且你也可以跟我們解釋說 大概倫巴的內容是什麼 課程是什麼 然後為什麼是100元 這我很好奇 好啦老師跟我們講一下 應該說我那時候正要準備要退伍的時候 然後我就一直在思考說 我到底要接下來要往哪裡發展 我要出去工作呢 還是我要繼續做我本科系的工作 還是去繼續跳舞 但是我就一直在分辨的當中 我一直一個的心裡面有一個聲音說 我想要跳舞 但是我要怎麼讓更多人知道 可以繼續可以怎麼講 可以可以感受到跳舞的快樂 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然後那時候還好我就 在一陣輾轉之中 我就認識了一個姊姊 她叫Hannah 來自台東的阿美族 然後她現在也在教Zoomba 她就跟我說 其實你可以來試看看 因為你的特質啊等等什麼的 都可以還蠻適合的這樣 然後因為當初我大學的時候 我就有接觸 那時候我們有一個啦啦隊比賽 然後那時候我就有 也是那時候我就是很 我們跟我同學們說 我們這裡要跳什麼 我們不想要只是跳那個 很一般那種 很搭場看到的那種啦啦隊的樣子 我們說我們就來找看看啊 然後就欸Zoomba 然後拉釘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們那裡掛 就是都其實是蠻那種 比較瘋狂那種的 對然後 碰到音樂就 對然後說我們就聽到Zoomba這個音樂說 欸這個很適合我們耶 而且我們就是都很瘋狂喔 然後很就是那個節奏又非常的多變 然後說好我們試看看 那時候就是在我心中 就有種下一顆Zoomba的小種子 對然後在時光拉到那時候 要退伍的時候 我就心想說欸也不錯 然後一方面就是會覺得說 假如回到部落裡面 我只是純粹的 要教一一堂舞蹈課的話 其實對於我自己想法 老不曉得對不對 我只是覺得說好像對 對很多人來說 可能會比較有壓力 因為你必須要到課堂裡面 你要記動作 然後你可能你會自己 你心裡面有一個壓力 你要去克服 就說因為你現在是一堂舞蹈課 對那假如說 我那時候也是一個 一個想法說 如果說是用一個比較 健康好玩有趣 每個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嗯 或許這個角度切入的話 讓大家來接觸跳舞 這會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開始 然後正好 Roomba 就是符合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門檻吧 可以這麼說 對因為 Roomba 它就是 你來課堂中 你不用記動作 你就是看 你就是看著 台上的老師 你就跟著跳 哪怕你的動作是錯的 但是你跟著音樂 跟著老師動 沒有所以 Roomba 裡面很重要的是 重點是它動作 你沒有所謂的對跟錯 然後也沒有所謂的美跟醜 然後那你會說 那我們這樣自己在家裡放音樂就好了 那可是其實很重要的是 身為老師的我們是 作為音樂跟學 就是我們是音樂跟學生之間的一個橋樑 我們要讓學生們感受到 那樣子音樂的氛圍 來刺激他們 來 怎麼講 刺激他們的心靈 他們很開心 然後進而來鼓勵他們去動身體 這件事 就是 因為可能大家對於 跳有氧舞蹈 或者是跳一些什麼 健身相關 都是想像都是要去健身房 那想像健身房 就會一定想到要入會 然後又要付一些比較 一些錢啊什麼的 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先把這個 OK 然後希望可以簡單化一點 然後就是大家 就是還是 畢竟要使用者付費嘛 對不對 當然 當然 能夠學習都是一樣 對 我希望有一百元的方式 可以鼓勵他們 然後我甚至是還有說 國中以下的部署費 國中以下的學生的部署費 就是希望大家 家長們可以帶著家中的小孩子 一起來運動 脫離電視 脫離手機 就那一個晚上 那一個小時 是屬於親子 共榮的時候 跳舞 開心的時刻 對 剛才老師跟我們分享 那個一百元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在部落有許多的家庭 為了減輕大家的負擔 然後對運動也標具有那種恐懼感說 我運動一定要 可能要花費很多的錢 不用 其實你就要花一點點心思 一點點心意 然後 因為畢竟老師他把他所學 然後傳導給大家 我們一起來分享 但是我們也知道很年輕 他曾經深淵老師的年輕 他也曾經是柏拉路亞舞團的團員 然後 在這部分 我們也很想知道說 老師也 這麼年輕 也從事很多的舞蹈比賽 也參與過舞蹈團的演出 你 當初為什麼會 會 走入舞蹈 這個 這個 這個部分 對 然後跟我們分享一下 OK 其實一開始 我一開始接觸舞蹈的時候 是我很小的時候 幼稚園的時候 那時候就上過一點兒童80 然後但是因為那時候 可能就是自己對於覺得 啊好痛啊 然後我中途我就 哭著喊跟媽媽說 我不要去了這樣子 然後中間就是在空了一大段時間 一直到高中 然後我就進入了熱舞社 然後應該說先進入 原住民舞蹈社那種的 小社團 然後我們就開始又在跳舞 然後就那時候就開始重新回到 接觸到舞蹈這件事 然後 後來就是也是開始在跟著學校社團 老師我們就開始有一些 表演啊 比賽 就這樣子慢慢的 讓我覺得 欸舞蹈 重新怎麼講 那一顆 看似已經 已經哭掉了牙 又重新被灌溉 然後又重新燃起我對於表演 跟身體跳舞 這件事的渴望 然後後來到了大學之後 我覺得也很幸運的是 我在這求學過程當中 我認識了很多 真的非常多 帶領我的老師 一師一友 有比如說通識課老師 藝術與人文老師 他們帶領我就是了解 就是踏入舞蹈這塊領域 然後在我大二那一年 就是 老師有一個 布拉瑞昂老師 然後他那時候就有 一個製作叫做勇者 然後那時候他開出的條件就是說 你不管是 你不是非科班的 然後你只是要有 你只是有一顆 你想要表演 你有一個表演的心 你想要秀 對 你就來徵選 然後那時候我就 那時候我很好笑 因為那時候家人其實 對於我跳舞這件事 是非常反對的 這幾乎全然是不支持 然後那時候我就 我還很緊張 我準備要 準備要那個 報名的時候 我還看我媽媽的臉色說 欸他現在好像很開心 欸媽 我要去報名徵選 然後這樣子 抓住時機 然後去問媽媽 但是我還是 依然決然我就跟著 我自己的決心 我就走下去 從那時候開始接觸到老師 想不想看老師 以前在舞蹈團的照片 還有影像呢 我們一起來看一看 老師今天 盛雲老師也為我們分享 老師也可以一面分享 跟我們講解一下 說你的照片當中 有許多的很特殊的 然後你覺得印象特別深刻的 可以跟我們一起分享 我們來看一下照片 喔 第一名 對 這是那時候我剛剛提到的 我們第一次參加那個 啦啦隊比賽 然後使用拉丁的元素 對 拉丁的舞蹈跟音樂 喔 這也是你第一次 這樣倫巴融入在其中 對 沒錯 啊這個的話 就是那時候我們穿那個 沙盧瓦族的那個 因為大學有參加那個 原住民族學院舞團 那時候我們也是 常常去很多比賽啊 等等 還有去甜調這樣子 喔 這些都是你的伙伴們 對 這個是那時候2014年我第一次 就是跳現代舞的部分 對 就是那時候剛好 布拉瑞昂老師 對 然後他有成 就是有一個製作叫 勇者 然後他那時候他就說 只要你有一顆表演 想要表演的 心跟渴望一個舞台 你就來征選 對 然後那時候 然後一直跟老師跟到 2015年 然後 他在台東成立舞團 然後我們也跟著 在那個現場開幕開門這樣子 嗯 然後帶來演出 所以後面很多陸續照片 然後後來陸續我們就是也 去了很多地方表演 有部落巡演啊 然後像這個的話 是那時候我們去 加拿大多倫多 去參加一個藝術節 然後我們也是表演團體 然後也跟當地的藝術家們交流 嗯 好豐盛喔 老師其實為我們帶來了很多的照片 我們再慢慢的分享 然後我們介紹了我們年輕的聲音老師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我們重量級的 體式能界的教練 然後也是我們的學姊 我們的黑妞姜老師 對 大家好 我是黑妞姜 我們知道老師是在體式能界 非常擁有 永久的資歷齁 但是大家知道嗎 他也是一個 擁有選手呢 從國小開始喔 而且資歷非常的深 然後也創造了無數的家績 但是怎麼會從一個選手 轉換成 教體式能的教練呢 我們來問問一下 黑妞姜老師 跟我們分享 是 我台北體院畢業之後 很幸運的 第一個工作就是一個 健康休閒俱樂部 那在裡面擔任了兩年的游泳教練跟救生員 然後裡面有開始就是休閒業 所以我有看到我們的有氧舞蹈 我就覺得 哎 好美喔 我就說 嗯 我也來試試看 然後我就進去跟著學 然後我們的經理就說 哎 你的律動不錯 所以就開始訓練我 我就擔任了有氧老師 然後也是看到我們的健身房 我們健身房的教練 整個每個人都講英文 所以我有請調我們的經理 他說可是你要先背英文 動作上的英文 我說好我可以 所以我就背了兩個月 然後經理考試之後 我才轉掉我們的健身房 所以就這樣在一個休閒俱樂部 從游泳池 有氧老師跟體勢能教練這一塊 哦 原來是這樣的轉換 那我們也知道老師 之前就是一個游泳選手嘛 那老師也帶來一個很可愛的照片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我們非常感謝老師帶過來這樣的照片 哇 你看 每個孩子都好健康 可愛 那個被圈起來的那個是你嗎 黑牛江老師 好像是我耶 國小四年級 哦 國小四年級 那我很好奇就是 因為你在資料上 在照片上 還有包章雜誌 你為我們帶過來的資料當中 你有介紹說你們都是 經常是奪得冠軍的隊伍 然後這過程 我們很好奇在那個時候 你們怎麼練習游泳 其實我們那時候在 新好茶 有一個叫天然游泳池 它有長50公尺 深3公尺 我們就在這樣子的天然游泳池訓練 在那個天然的環境當中 訓練出武術好熟耶 所以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感受到就是 老師跟我們的分享 那我們也知道說 其實老師有很多很多的照片 甚至比賽的經歷獎狀獎牌 但是也因為就是 爸爸封在之後 就可能就消失了 但是沒有關係 但黑牛江老師都 與我們同在哦 就是跟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他現在也正在起步 回到部落 是 開始開創了提示能的運動 為什麼老師你放棄了 在都會區 其實真的 這樣的工作其實蠻誘渥的 你為什麼放棄 然後回到部落 其實我們因為爸爸水災 然後牽涉到我們目前的 離那裡好茶春 其實離都市比較近 那時候也有考量到說 如果回到部落 當然第一個要先找到工作 那個時候我們屏東 也是開始有了健身房 所以我就決定回到部落 那也很幸運的 回到部落之後 在屏東市各大俱樂部 都是以前的老同事 所以我有請他們說 我也沒有可能教學 所以我就很順利的 回到部落之後 有課教 繼續我的提示能這一塊 哦 所以在這過程當中 會不會想到說 回到部落可能 會跟之前的就是 條件可能會有一些懸殊 你會不會有很多需要去做調整的部分 其實這個我最大就是 決定要回到部落的時候 其實我有評估過 如果一直拿北部的薪水來到南部 一定過得非常非常的不快樂 所以我第一件事情就是 撇開薪水這一塊 那就是回到部落非常的開心 因為可以跟族人在一起 然後可以聽到原住民的歌 然後呢我們的部落非常的美麗 你那裡好茶春 所以撇開了這個 我覺得會很快樂 做到任何事情都會非常的快樂 對老師這一份那個激情 熱情真的感染到我們 然後試試就是在運動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老師 表情都非常的微笑健康正面 我覺得非常感謝老師 這樣今天帶來的分享 我們接下來還有很多的驚喜 要帶給大家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來 那時候其實我一開始最 最令我頭痛的是腸病的問題 對一開始是怎麼講 最難克服吧 一年四個月以前開這個火力戰 然後那時候我們期待很大 可是開了三個月之後 哇 我真的賠錢了賠一年 歡迎回到我們現場 我們要跟老師們一直持續的繼續分享 其實剛才在上一個階段 聖雲老師跟我們講到說 為什麼他會回到部落 然後 其實回到部落會經歷到很多 可能你想像不到的問題 然後但是我現在很想問 就是在體事能界之力很深的 有很牛江老師跟我們講一下說 你看到年輕人勇敢的回來部落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其實因為經歷了四年 碰到很多的問題 那年輕人回來的剛開始 必須要去看一看環境 看看去找訊息 這個很重要 當然會碰到很多的挫折 這個要有心理準備 那當然要找對人 找對人可以走很多的 少走很多的冤枉路 對不對 就像你找到我嘛 對 就互相 對 所以這個對年輕人來講 回到部落創業很 有一些些困難 可是有時候我們這些前輩 要去適時的幫助他們 所以就是 這個前面的帶領很重要 然後像聲音老師 我知道在部落當中 跟都會區有很大的不同 不管是環境 或是空間 人口的條件 真的都不如都會區都市 那我們很想知道說 在部落 兩位老師碰到了什麼樣的問題 那時候其實我一開始最 最令我頭痛的是場地的問題 對 這是怎麼講最難克服的 因為有時候部落裡面有時候 因為部落很多場地都是屬於公共的 所以有時候你真的要 你說你要固定一個時段 那個時段就是要我的課的話 其實有時候會比較困難一點 但是我覺得還好也是真的很幸運 謝謝我們鼓樓村的村長 對 他願意這樣子大力支持我們青年這樣回來 但是我也很好奇就是 黑妞江老師在部落開設一個提示 一個運動活力站 然後我們可以發現裡面的學生 其實真的每天都是非常踴躍還要拍時段的 那剛開始難道就這麼多人來嗎 還是其實跟我們想像中的不太一樣 其實我在一年四個月以前開這個火力站 然後那時候我們期待很大 可是開了三個月之後 哇 我真的賠錢了賠一年 真的 真的 那最近因為一直在調整一直在調整 那個也是因為我可能不太了解 部落跟一些地區的生活方式 所以目前的人數比較多 因為我們最近有辦一個接踢比賽 所以十週裡面的接踢比賽 所以我們裡面的夥伴們都有建立起他們的體能 運動習慣 所以是最近三四個月才起來的一些運動習慣 那我從創業到現在開火力站 我的創始會員剩下三個 剩下三個 有兩個是漢人 對 可是這兩個漢人是因為他們在身體上有很大的改變 不管在血壓跟血痰的這個部分 他們有很大的改變 所以他們一直持續這個運動 因為運動對他們來講改變了很多很多健康方面 這樣的分享 我們聽到了就是說 兩位老師在部落裡面從零開始後 經歷了很多就是 縱使有早產地 招生 或是前面可能有 致敬上的困難的狀況 這我們真的很難很難想像 但是他們堅持下去了 也願意留在部落 分享這樣的運動 我們現在要開始聽聽 老師們的學生們怎麼 怎麼在這運動當中 與我們分享他們的改變呢 我們來看看 我來這裡已經半年了 然後最大的轉變是 就是有運動的習慣 然後精神會比較好 體態會比較好 所以就會一直想要來這裡這樣子 那你覺得你來這裡運動之後 你最大的轉變是什麼 身體有比較好 血壓跟貧血都正常了 就是因為大家可以一起運動 所以就會 就會督促自己 然後就是 每個禮拜四就會來這邊 一起跳一起上課 小孩子看到他這麼賣力 我們做家長的 真的非常的高興 而且能夠回歸到部落 這個也希望他加油 為什麼會想來 大家在一起集中在一起很快樂 也是為了自己 讓我們年輕人 鼓勵年輕人回饋回鄉服務 然後再就是把他們外面所學到 能夠帶回來我們自己 部落裡面 剛好遇到這一次的健康超比賽 那我們就請他 教我們的老人家 來做這些所有的健康超的一些舞蹈 我們剛才看到了學生們的分享 我們剛才看到了學生們的分享 然後你看有VuVu 也有小小孩 還有部落的婦女們 大家就是這樣跟著老師一起運動 我們接下來呢 大家想不想一起來也來動一動呢 然後我們今天非常高興的是 老師要帶著我們在現場 教導我們許多在生活當中 就可以動動的運動項目 我們一起來動吧 非常高興我們現場 請到了兩位老師要為我們做一些 在生活上日常生活當中 不管是倒落色也好 推推小孩也好 騎腳踏車也好 走路也好 丟落色也好 然後我們都有一些小小的動作 可以讓我們的體態更好 老師今天就是要來教我們 我們首先請我們的聖元老師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Austin 主持人好 聖元老師好 所以今天聖元老師要帶給我們什麼樣的舞步 是 好 我今天要來分享的一個舞風叫做 Salsa 對 想必大家一定要常常耳熟能想這個 就是非常熱情 非常 非常熱情 非常柔軟的一個舞蹈 OK齁 好那我們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先從我們的拍子的算法開始 一般我們數拍是12345678 但是Salsa呢 我們要算123 4 休息 然後再次5678 也休息 OK齁 好記住這個概念喔 好我們從我們的左腳開始 往左邊 1 2 3 4 休息 好邊 5 6 7 8 也休息 好我們串在一起喔 1 2 3 4 5 6 手自然擺動就好 1 2 3 放胸前 5 6 7 8 1 2 3 4 5 6 7 1 2 5 6 7 1 2 3 5 6 7 OK有沒有學會了 有老師也打結了 打結 好沒有關係 Salsa真的本來就比較複雜 沒有問題 接下來呢 我們要 越是拉丁風格 最重要就是要訓練到我們腰部的柔軟度的部分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練一下我們的屁股 屁股的話 來我們腳輕鬆站 想像你的屁股要畫一個八 一個八 好 八長這樣子 但是給它躺下來 長這樣子的話 好 我們先從我們的左邊左上角推出去一個 然後推到你的左後方 左後方再推到你的右前方 右前方再推到右後方 好四個點連起來喔 1 2 3 4 5 6 7 再來一次 1 2 沒有關係 重點是你腰部要像水一樣的流動 1 2 3 4 5 6 7 有沒有有沒有 1 2 3 4 5 6 加快 1 2 3 7 8 2 2 3 4 4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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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7 8 1 2 3 4 5 5 6 7 8 5 5 6 8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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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6 1 2 3 5 6 7 8 2 3 5 6 6 7 8 4 4 2 3 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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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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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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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 9 7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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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6 7 9 9 9 8 9 9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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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 9 1,2,3,6,7,有没有 五步乱了也没关系 但是那个动作要做出来 平常聊天的时候 你也可以比较特殊一点 大家在婆婆妈妈的时候 你突然来一个消场 是,没有错 我现在跟你聊天的时候 你最近去哪里啊,怎么样啦 我最近去学那个SUNBA 老师说要1,2,3 对对对,这个时候 我们话题就又回到舞蹈跳舞上面了 随时都在运动,很重要 好,我们非常谢谢盛妍老师 谢谢大家 我们可以现场看到很多的道具 运动道具在其中 这黑妞老师非常认真 用心间为我们带过来 也要在现场做一下示范 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黑妞老师 大家好,我是黑妞 很活泼好 老师好,老师很活泼哦 一上来就直接踏上去了 老师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 就是在家里或是平常 你想要运动的时候 对,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要介绍是一个阶梯 不然我们在家里或是户外 我们都会看到一个阶梯 那有没有发现到 有一个加了一个粉红色跟没有加 这是一个高度的强度 我们可以就是先选择适合自己的 那今天美丽的主持人 先做一下我们的入门的 没有做过的 那这个部分呢我会加一点点的高度 那当然是从最安全的部分 因为阶梯本来就是训练我们的心肺跟下肢 那我们现在开始咯 准备好了吗 好 那我们先上来四拍再下来四拍 好 一二三四下二三四 继续做嘛 是 脚要抬满 好 一二三四我们右脚开始哦 好 老师问今天有同手同脚的迹象了 这个都是前五堂课都会出现的迹象 好 好 继续我们可以稍微把脚打开 好 转下来 我们在阶梯课程都会用到很多阶梯的空间 好 做这个动作会训练我们的那位脚 我们右脚在这里了 好 谢谢老师 没有关系 有空来 左右 左右不奔了我 一二三 稍微加快 上上下下 走路 走路 看起来很简单对不对 对 加上胎子就不一样 这是一个强度 有没有 比较有痠的感觉咯 还可以爬吗 还行还行 还行 那我们下一个动作咯 抬起来 踩左脚 踩右脚 踩左脚 这叫做抬膝 好 训练 强度稍微比较高一点 我们运动的时候不要忘记 吐气 吐气 再来两个 好的 这个是我们平常在家里 或是外面看到阶梯 可以训练的经费 那有时候我们在剑走的时候 会看到我们的石头 打起来 是 石头 来 好 这边老师有特别准备一个 属于我的石头 很重啊 很重啊 真的 在布罗我们有很多的小石头 大石头 请选择自己最适当的重量来训练 我们来接上半身还是要练 脚打开来 然后呢 往胸口收 不要用脚吐气 这个动作呢 可以帮助我们上肢的训练 还有提东西 抬东西 还有从下面抱小孩的力量 等着上半身后 哇 还可以修线条 修哪里老师 线条 手臂还有上半身的力量 现在开始我们要练 如果要让我们的臀部更翘 这个可以放在胸前 脚打开一点 比我们的臀部宽一点点 很自然的 把我们的臀部往后坐 上来 往后坐 哇 有感觉了吗 臀部有点爆炸的感觉 有 大腿也好酸 好 吐气 好 我们继续咯 我们稍微停留在下方 停留在这一下 哇 还有三分钟 好 老师进去咯 还在吗 脚很酸 三 有感觉了 慢慢上来 所以我们所有的运动 不管是在哪里 只要我们知道如何运动 什么样的道具都可以使用 都可以使用 不管是路边的石头 还是舒展也行 是 小孩的话就 不是说特别近 就是 偶尔爆炸的时候 会展现你的力气 有没有 是是是 好 所以这一天还有一个动作 我们可以试试看 好 可以站在上方 然后蹲好 胸口拉起来 脚踢往后点 好 来我们做 老师在练什么 99 98 98 还有呢 100 也是属于训练我们的单脚 也是整个心肺 阶梯越高当然越累咯 还可以吗 我们还继续了 你这个动作很厉害 所以我们加快一点点 跟不上了 老师 呼呼呼呼呼 哇老师 老师真的太厉害 你知道老师 真的看不出来老师 我都比老师还 还慢 我没有办法跟上 但是这个 这个运动是 其实是循序渐进的 该老师也提醒我们说 都有强度强弱 你不要马上认为自己很厉害到这边哈 没有这回事 对 所以你还是回归到最基础的练好 是吗 对 好非常谢谢老师们 我已经都在喘气了 谢谢 你刚刚有看到那个真的是太震撼了啦 部落派对太过分了 我都没参加到 爱有第三届吗 你说呢 先报名 来 来 绝对有 今年年底 一定会有 我们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刚才已经分享了很多的 老师也现场为我们做了示范的运动 真的有点小累了 然后我们也喝口水 但是我们要继续分享更精彩的 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知道老师们在部落里面 我们开设工作室有许多的状况 还有许多的问题 他们都一一的解决 就是因为愿意留在部落 跟部落主人一起分享 那老师今天也带来了很精彩的照片 就是开设运动活力上的照片 还有跟伙伴们 还有声音老师上课的画面 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老师这是 这是我在回来部落的第一年 2015年办的第一届部落派对 我们把全球全台最夯的课程都带进部落 有集球弹力带还有国际课程 哎呦好惊喜耶 刚才那张照片 哇也是第一次看到在部落 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 这么的专业性的一个提示人的活动 还有其他我们看一下 这是去年年初 那我们在也是推了一个全球全台最夯的 Strong By Roomba 给我们部落的主人们第二届 哦大家看起来都真的非常健康 有在运动真的不一样 那我们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照片分享 哦这是我的活力团队 谢谢他们因为有他们 然后我们一起到部落做提示人的推馆 嗯就是一路上的陪伴 然后大家在各自的部落就是 宣传就是提示人的运动 所以在开设提示人的时候 在这过程当中伙伴也是很重要 大家互相提息 是在这过程也是 就是我们看以上 哎老师啊这个是 我们运动后的快乐 你们看到每个人的笑容都很美 真的耶我发现运动完之后 大家的笑容都好整个都打开了 然后都笑得很健康 有没有 真的运动会变美 会有活力 你看 已经是 那么的漂亮 哇好漂亮哦 真的也不用再上妆了 直接就健康起来 还有 啊这是 被吊起来 我看到这张照片 我真的心有七七烟悬掉的部分 老师这部分在体验的过程当中 我有进去体验 其实 这过程真的 可以感受到你的每一寸肌肉 其实都是在 都需要私立的 启动 对都在启动的 然后所以 这过程当中也有一个小抽筋的插曲 然后老师有特别说交代说 如果运动之前 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些 暖身 然后可能是生活太累 或是可能饮食上 所以直接上课 有时候会不太舒服 所以也要做一个调整 自己身体上的调整 我们刚才看到非常丰富的照片 但是老师我现在很想知道的是 因为刚才我看到那个真的是太震撼了啦 部落派对太过分了 我都没有参加到 有第三届吗 你说呢 先报名 不登记 太好了 太好了 绝对有 今年年底 一定会有 今年年底 奥斯顶已经答应了 太好了 有我的课喔 真的很开心 刚才老师跟我们讲说 我们还有第三届 然后先报名 好不好 但是我已经先报了 很抱歉 我已经占了一个名额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很想看看 盛盈老师的工作照 我们来分享一下 好 哇 老师 好闪亮 这个我会特别放这个 是因为有没有看到那个小朋友 对那是我的侄儿 然后这张照片真的很可爱 是因为他们 他都很爱站在第一个 然后一定要站在我正前方跟我一起跳 然后不要站旁边 所以大小朋友都跟着你 对啊 嗯 还有还有哪些 我们看一下 然后这个 就是 不知道我的 我觉得我的课程蛮 有时候会 蛮特别的就是 小朋友们会特别多 就是我其实最感动的部分 也是我一直很想要做的事 就是希望可以有更多小朋友 然后特别是部落的小朋友 可以从小接触跳舞也好 运动也好 对所以我觉得 看到他们能够这样子 那么开心在课堂上 其实我真的心里很非常开心 好 所以老师都跳跃起来了开心 对啊这个是我们 那个 古楼村上课的情形 对每次都 没有看到排到最后面 对啊后面都没灯关了 还是 就是人还是对 还是就是跟着一起跳 对啊 其实真的 其实我们想象中的 这个部落的运动风气真的是有在起来 嗯 没错 大家也一直逐渐的就是 呼朋一半啊 大家一起来运动这样 对啊 对啊 像这个也是 像这个也是 什么课程老师 也是Zumba 然后应该是暖身的部分 对 然后其实还有一点感动的是 就是他们 觉得上得不错 他们真的会自动的 像你刚刚说的 呼朋一半就是 他们就是每个礼拜都会有 诶 又多了几个 一两个新的面孔 就算是一两个 我觉得对我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支持跟鼓励 对 刚才真的是很丰盛 刚才看到 尤其是那个 满到后面没灯 也跟着跳 可能会有点 视线上可能会很模糊 但是我还是要跟着 对 大家就是 亲朋好友 对啊 好朋友一起来跳 刚才的分享 真的有 还有黑牛江老师 还有沈云老师的分享 让我们感受到 部落的 运动风气真的有在起来 然后 也带领了亲朋好友 一起来运动 让更多的时间是花在 做运动上 其实是很有意义的流个汗 这样 然后大家互相分享 那 其实我们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听到了老师 黑牛江老师 声音老师说 在部落 我们碰到了很多 想要运动 也许我要更专业的运动 可能我要 跑到多位去花费更多的 资金 或是 开车啊 来回啊 什么的 但是现在在部落 我们就可以运动了 老师 老师们这样子的推广 我们也看到了 他们的不容易 然后 我们也想听听老师 对于未来 部落的运动 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期盼 黑牛江老师 在这个提示呢 在部落推广是要一段时间 也是要靠我们这些年轻人 如果你愿意回来 我们试试看 一起来努力 就像奥斯蒂马 谢谢你来我的工作室 这样我们有很多的学生们 可以享受到我们的Zoom吧 还有我们族人来带他们的运动 那我们这个就是期待我们年轻人回来 我们一起来把我们部落的运动跟体试呢 一起带起来 好 谢谢黑牛江 安娜 圣约 老师 你说对于未来的情绪呢 就 诚如老师说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更 怎么讲 更轻松更容易的可以去运动 怎么讲 就是可以接触到这些都会区才有的课程 我们把这些东西搬到部落 我们就可以轻松的去享受这样子的世界级的运动 对 刚才从以上我们的分享 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动过 我们也进去过体验过 这过程当中 从开始从零到勇 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 然后更感动的是 我们现在来到部落 我们就可以感受就是专业级的训练 然后有老师们的分享 然后更希望就是部落 部落门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 主人朋友们 能够拨空一点时间 让自己动一动 然后无论做任何事情 其实我们都可以学到一些 专业上的知识 运动项目 融入在生活当中 我们非常感谢黑牛江老师 还有声音老师来到现场与我们分享 还要与我们一起动一动 但是 还有更精彩的 在结尾当中 要跟大家说再见之前 我们还有一个 一段要分享的影片 然后有我们三位 三位由声音老师带领我们 还有黑牛江老师 当然还有我主持人 我们要一起跳一段 小木桶 然后非常大要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主持人阿罗威伊 也持续锁地每周四 晚间九点圆关点 我们再会 导播给我一首55678小木桶 再唱一首 vil衣 微笑要有 还有碗卡 灵 滚给我一个大大的生来哟 我打开了 我给你抓 1 3 3 5 2 3 4 4 还有一次 OK 手给我 柔软了往前 柔软了 整次高飞 OK 走 飞飞飞 飞飞飞 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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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